大家好 我是爱书真话的Tiger 虽然目前已经有多款平板产品陆续上市开售 但关于今年接下来将到来的平板设备 还是在持续有爆料出现 今年4月 小米举办了新品发布活动 新一代的小米平板6系列正式发布 现在距离这一代平板产品的发布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相关的消息中也显示了该系列的新成员信息 据悉 最新的一份消息中提到 小米平板6 Max即将到来 话不多说 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早前 小米平板6 Max可以通过蓝牙4个认证 型号为23,078KB5BC 与小米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型号相似 此外 该产品的研发代号为预定 搭载MIUI14系统 现在 最新的消息中也显示了这款平板设备的更多细节 博主数码闲聊站在最近的一份爆料中 提到奇迹板子6 Max不是我之前说那个版本 这个版本换的新屏幕巨大 目测尺寸13到14左右 DACO不变 这一信息 其中并没有提到这款设备的具体系列从属 但相关的推测认为 其只带的应该是最近曝光的小米平板6 Max 就爆料中提到的信息来看 全新的小米平板6 Max似乎会配备一块尺寸 在13至14英寸的屏幕 这对于平板产品来说 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尺寸 不过 以往的消息显示 这款平板新品配备的将是12.4英寸屏幕 虽然尺寸不小 但比最新爆料中提到的13至14英寸 要更加常规一些 当然 鉴于暂时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出现 实际的平板设备尺寸如何还有待后续验证 感兴趣的用户可以保持关注 以往的爆料也曾提到过 这款小米平板6 Max似乎配备 2.5K分辨率的屏幕 搭载骁龙8 Plus芯片 提供最大12GB加512GB的存储组合 内置1万毫安时电池 支持67瓦快充 配备USB3.2 Type-C接口 参考来看 目前在售的小米平板6系列 采用UNI8D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隐藏式天线设计 配备11英寸2.8K超清高刷屏 搭配144Hz高刷新率 小米平板6 Pro搭载骁龙8 Plus 内置8600毫安时电池 支持67瓦充电 小米平板6搭载骁龙870 内置8840毫安时电池 支持33瓦充电 小米平板6系列支持深度消灭模式 不使用时会关闭系统的 绝大部分硬件功能 将待机功耗将低到极限状态 会议工具将内置多种会议场景 高频使用的便捷功能 在此基础上小米平板6系列1899元起售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作为尺寸更大的产品 全新的小米平板6 Max的实际规格和定价 都令人关注 此外 除了小米平板新品外 Redmi的平板新品也在最近出现了多份爆料 一款型号为230732PBFC的平板电脑产品 于近日通过了认证 认证信息显示 这款新机申请人和制造商 都是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电源适配器支持最高22.5瓦充电 但平板本身只支持18瓦充电 认证列表中没有显示 这款设备的具体系列从属 但相关推测认为 其值代的应该就是新一代的Redmi平板 而一般情况下 手机产品通过认证 就证明其距离正式发布正在越来越近 与此同时 这款新机也现身了GQBench跑分网站 跑分列表显示 其单核成绩415分 多核成绩1411分 运行基于Android 13 MIUI 14的操作系统 配备4GB运存 相关的消息显示 Redmi的平板新品有望 配备一块尺寸在10英寸以上 但不到11英寸的LCD屏幕 屏幕支持2K分辨率 90Hair的刷新率 核心搭载骁龙680芯片 内置8000毫安式电池 前置500万像素镜头 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其定位入门级别 提供4GB加64GB 4GB加128GB 6GB加128GB 三个可选版本 定价范围在百元 千元档位 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小米旗下的多款平板产品 都将在接下来到来 想要购买相应设备的用户 可以再等待一下 那么问题来了 小米和Redmi的平板 你更期待哪个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